现在解决不了吗 对 现在进行不了 武器大通 扫码是最快的 实际上你这个 它那边扫可能不是特别好扫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上面的 这个记录仪嘛是 就这个上面 这不是记录仪 正常的话它这个上面是后视镜 是看后面的 是看后面的 对但是房车嘛 房车后面照不过来 照不过来 但是它有这个功能 有这个功能的 对 好谢谢谢谢 刚刚在里面问了一下里面的工作人员 跟我说那个登陆需要小微姐那边授权才可以 我还以为是他们这边是才能帮忙弄呢 还有问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后视镜收缩呀什么的 都给解答了 而且人家的这个服务态度也特别好 来到了房车这边 现在把房车那个联网登陆的问题解决一下 现在这个屏幕已经可以了 就是导航那些功能啊什么的都能用了 终于登上了 刚刚又问了一下小微姐 这辆车的话去做一个首保 正好这边有4S店 因为这辆车开的有5000多公里了 5000多一点点 昨天开着这辆房车在这个停车场里面转了一圈 感觉还是挺好开的 除了前后的距离和高度要注意的特别注意的话 其他的我感觉也没啥 现在就开着这辆车给车子去做首保 那边是大通的4S店 到这边我一部服务这里做首保 需要我先等一下 车子 但是呢车子先放这里 因为前面还有好几辆车在保养 刚才师傅确认了一下型号 还有那个保养的项目 这边首保是免费的 师傅把车开到了这边 一会儿进去给做一下保养 前桥油还有后桥油 一样都是两层的 一样都是两层的 就是我会都换的话 去哪换好一点 只要能举得起来你的车 举起来车的地方 对 那个挪准车会要稍微大一点 稍微大一点 所以说他要给你换一个 换一个 然后你如果换了之后的话 比如说这次换了之后 一般就六万公里左右再换一次 六万公里才换的 对 就是那我要是换的话 晚一点换也可以 对 就是晚一点换没关系 再开个几千公里应该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的 行 嗯 这边因为那个滤芯在那个位置 它拆掉之后 它漏了一点油在下面 它这几天的话可能会有 漏油会往下滴 对对对 会往下滴 这个这个的话没有问题 嗯 嗯 行 公管的 行 那下一次保养什么时候 下一次保养的话是五千公里 五千公里 那就是跑到一万多点 一万左右 对 一万 由于你那个车量很太大了 上不了我们的架 那个电速箱也就材料给你了 你找地方更换一下 这个就好了 行行 让师傅再帮忙看一下这个360的问题 它是显得蓝色的 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是不是正常的 现在解决不了吗 对 现在解决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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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床车全部防復 防復你的车的问题 对 防復了这个车的问题 嗯 从那边上能够处理出来的 嗯 是黄培电吗 还是西藏分级吗 还是那么 啊 哦 就是看那边 那要多久它能给回应 嗯 那个不一定要问 要问它 反正根本来 那个问题的话 就是明天向成都反应 啊 向成都反应那种 嗯 那也行 嗯 那就是回头是直接给我打电话 还是 嗯 一个车 就等我们左方的又洗一洗 倒是给你打电话 打电话 哦 行 啊 好麻烦您了 哈哈哈 刚刚让师傅又给看了一下 就遇到的那个问题 在转向的时候 它是没有显示出影像 而是那个蓝色的 纯蓝色的那个屏幕显示 师傅又拿电脑给检测了一下 就是这个问题 他们是向成都那边反应过去了 但是 解决方案 就是回头要么升级系统 要么可能是换配件 但是现在还不知道 需要等成都那边 给了回应之后 那边再联系我 呃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准备回去了 先回呃 停车的地方 明天再装一下行车记录仪 就是那个流媒体 因为就上面这个后视镜 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因为后面已经加装的是车厢 就看不到后面了 它也只是一个纯纯的后视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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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